不要吃野生动物 这背后跟这次疫情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发生疫情以后 很快就找到了源头 在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它叫海鲜 实际上它有非法经营的野生动物 病毒不光是在感染人的体内看到了 在销售 是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这些摊位 也分离到了病 这应该说是证据确凿